IT全播报 预装Windows10专业版和Office 365试用版 视频播放续航最长16小时 国航提供了三种型号 其中8GB内存 256GB SSD硬盘版本 17888元 16GB内存 512GB SSD硬盘版本 售价20888元 顶配16GB内存 1TB SSD硬盘版本 售价高达24588元 至于颜色方面 提供的选择不多 只有一种银色款式 这么贵的电脑 怎么可能不附送点 这么平来吸引客户购买呢 在4月20日之前下单 并可以获赠法拉利背包 支持招行信用卡 12期免息分期付款 大专辑以上失声 可享受九折教育游会 另外还可以就集换购 最高补贴1500元 即使这样 这价格还是让人爱不气呀 微软的微软 不是说好了 要把苹果的对手PK掉吗 这硬件还不算特别改例 价格却上去了 真是扎心了老铁 最近安卓旗舰手机扎堆的发布 魅族怎能缺席这样的销手良机呢 据消息人士透露 虽然魅族跟高通在专利上已经和解 但今年的新机还将依赖联发客 据悉即将发布的新机Pro7 会采用联发客S30处理器 魅族Pro7不仅有双水面屏 背面也将引入一块拇指宽的小墨水屏 至于如何让用户体验还不太清楚 同时魅族Pro7包装非常有创意 与数字器有关系 此前联发客曾经表示 S30处理器预计会在5月份左右开始量产 按此推算 Pro7预计是在今年6月跟大家见面 虽然听着联发客大家都觉得弱爆了 但这款联发客S30处理器 是一款可以跟骁龙835竞争的高端CPU 至于台机电的10纳米FIN FET工艺 采用Atomus加A53加A35组成的三级裙架构 支持最高2600万摄像头和双摄像头 并拥有全网通机带 和支持四通道的LPDDR4内存 以及UFS2.1 如此高性能的配置售价 也只是其他器件的一半而已哦 好了别说了 我买还不行吗 要说近来最火的电子产品是啥 任天堂Switch游戏机肯定是榜上有名 据悉任天堂Switch发售不到四周时间 销量就已经突破50万台 Switch首发期间的大作仅有萨尔达传说 相信随着色彩喷射堂2 和马里奥塞车8 豪华版等大作的上市 Switch销量还能够继续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 Switch并不是销量最牛的机子 VU仅用了三周时间就突破50万台 不过后来Boss了 所以任天堂还不能为此感到骄傲自满 按任天堂的主机生态圈 如果没有大改变的话 还是很难会有突破啊 几年前指纹识别问世的时候 大伙都说指纹识别并没有啥仙图 但这玩意儿只要用过了都会说好 现在指纹识别已经out了 人脸识别即将进入普及时期 在国际权威人脸识别数据库LFW 发布的最新名单上 一款来自中国的人脸识别AI 未居榜首 并且刷新了准确率记录 这套来自腾讯优图实验室的人脸识别程序 识别率为99.8% 这也是目前全球最高识别率的人脸识别程序 腾讯优图介绍称 人脸识别软件的训练数据 来自于他们自发搜集的名人数据库 包含了两万个身份 设计两百万张人脸图像 这简直是new 比了切勒游木窑 或许我们很快就将在国产技能手机上 率先看到腾讯优图的人脸识别功能 不过我还是有点比较好奇的是 如果遇到了棒子国美女们 这人脸识别的识别率还能保证吗 好了 今天的阿基神宝宝就到这 明天见吧